先云杨华美间或民众陈勤担忧大型畜牧企业在花莲中区设置养鸡场 杨华美在县议会第七次临时大会农业小组分组审查时 就请县政府要设置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制制条例 而这个条例是否能够在未来承暗并且发挥管理约束 是目前花莲中区民众很关心的议题 土峰食品业者计划在花莲的中区多处地点设置养鸡场 每设置的基地范围都小于1.5公顷 饲养鸡之数量也都在县制范围内又以个人名义申请 最终顺利通过县政府农业处与建设处等相关单位的审核 而取得合法建筑制造 当地居民获之后纷纷进行抗争 反对业者进驻设置养鸡场 县议员杨华美对此就特别提出了 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制制条例的提案 那自治条例它其实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护人民的生活日常的底线为原则 所以自治条例当中最比较大的规范大概就是它的距离 就是这个训牧场它跟人民的距离是多远 比如说300公尺500公尺或者1000公尺 那这个距离就是为了要让人民的干扰降到最低 不管是污染的干扰交通的干扰或者气味的干扰等等 那这是基本的保障 那当然它自治条例的基本的精神是 我们要让这块土地是干净的环境的议题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规范 那但是自治条例这件事情对于是主要是要由县府来设定 那议员就是监督提醒建议他们一定要这样做 那县府在设定自治条例的那个基本的概念 我认为是他要对这个城市这个县 有什么样的城市的想象跟规划 到底我们的花莲县想要发展成什么样的城市 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畜牧大县 那就好好的来规范这件事情 或者好好的来推动这件事情 辅导厂商来做这件事情 以此案为例 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 目前伊花东就盛花连线未在制治条例中设立该法条 而目前华丽县政府农业处也已经着手进行草拟 不过杨华美更关注于法条中的畜牧业者 事业废弃物的去化与处理办法规定 如果说接下来这个养鸡场 它是一个花莲第一波进来的畜牧产业 那这些东西我们要何去何从 如果说是污泥的话 花莲目前没有工厂可以来做这种污泥的收取 它得要送到云林西部去丢放这个污泥 那再讲这个家禽的这个病死的这个尸体 那去哪里呢 那送到屏东去 才有横化炉包 而且它会有一些疫病的问题 所以要送到屏东去 那所有的运输 所有的它的隔离跟民众的隔离 不要造成沿路的污染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到底有没有把关 那谁把关 那民众单线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污染要怎么办 谁来承担 就是老百姓来承担 农民来承担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县这个土地来承担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那县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有把关的条件和能力 县政府当然它可以说我确定好 我决定要顺从民意来推动自治条例 那我也非常乐见其成 但是推动定定了自治条例之后的执行落实 那各局处都应该要有相关的配套 而不是只有一个自治条例 因为那个自治条例就是最底层的保障而已 他也表示当有污染之余的畜牧产业即将冬移时 更需要县政府相关资讯公开 才有机会促进产官民间之间进行创造性的沟通 目前全台已有七个县市公告实行 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 其中东部宜华东三线 谨慎花莲尚未拟定此自治条例 花莲以观光与无独农业立线 发展畜牧业的过程中 整体自然环境的品质维护 在地居民的生活权益同等重要 不应针对单一的个案处理 应从全面预防的角度来省思 才不会一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记者林杰 华联市采访报道